今天介绍一个不会人挤人 不要门票 还风景超美的江南古镇 那就是位于江苏省昆山寺的景西古镇 景西的话有很多桥 很多长廊 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 景西古镇共有36座桥 最美的当然就是古莲桥 古莲长堤也是景西标志性建筑物 长长的堤坝把古镇内的灵堂湾和五宝湖分割开来 如果夏季莲花盛开更是美不胜收 远远的看过去就像一幅水墨画卷 景西虽然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真正被人熟知 那还要说到宋草的时候 金人难清 宋孝中和宠妃成妃难逃 途经景西时 成妃病死 葬于五宝湖 当宋孝中当上南宋皇帝后 夏旨在五宝湖畔建了莲池禅院 让僧人送金为自己的爱妃超度 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景西古镇现存的民居 大部分是明清和民国时期建造的 大多数民居因水而住 灵水而建 房屋为砖木结构 青瓦白墙 相对于附近的州庄 景西质朴低调不为人知 但是那份江南水乡的美 更是因为游客的稀少 而显得难能可贵 影视剧下至未至 也选择在这里拍摄了外景呢 Gings 大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